哈啰 大家好 我是剪靠北刷明影片精华 然后赚钱钱和流量的YouTuber BOOMASA 这场直播精华呢 是昨天我在你直播玩LOK的之前 所发生的事情 至于为什么我会突然靠北刷明呢 现在我就把画面转到今天的直播精华吧 看热闹 看热闹就对了 谢谢你看热闹 然后你就可以给我带来流量了 在进入正题之前 我要先讲一个开场白 如果大家 你们是有平时看我影片的观众的话 都应该知道 我是一个其实很少会看评论 然后并且 我是一个人狠话不多的人 一些怪怪的评论 我就会直接把别人给ban掉 这个是我一路以来的作风 这个大家都明白 这个我在以前的影片就有讲过啊 可是呢 就有很多人就会讲 嘿 顾摩桑 你哪里可以ban人 我们观众也是有言论自由啊 为什么你要ban人 说明也是人啊 他还是个孩子啊 啊对 我都是有听过这种类似的东西 啊所以我就听了这些人话 我就去跟有意见的人去尝试沟通 结果我差点心脏壁爆发 然后弄了我心情超不好 所以我决定我要ban掉那个人 可是在ban之前 我要让你们看一下 整个留言是怎样的留言 这样你们就明白 为什么我不太看观众留言 为什么我会去选择去ban人 而不是尝试去沟通 在前两个小时前我发布了这支影片 我是吐槽孤单一人的女主角 然后呢 我在影片里我今天我要吐槽的就是动画版 那看 看看看看看看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啊今天这一期我又要吐槽的动画 所以你从我的至上肯定是知道我是要吐槽动画版 对我吐槽的东西 这一切的一切的一切 不关原作小说版的事情 我一切都是以 我是观众 我是一个看动画的观众 然后现在我看了这部动画了 所以现在 我就是要评价这部动画 我不是要评价漫画还是小说 我就是要评价动画 这个就是我拍这支影片的出发点 我相信大家都懂了 因为 连笨蛋都知道 我要吐槽的就是动画版 关小说什么事情 然后今天我的电话 我就突然收到一个留言 是我的错了 因为我的电话会跳观众留言 然后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关 然后在我吃饭的时候 我就突然看掉了这个留言 有看到吗 以我看过小说的人来说 Gumasan吐槽的是全错的 还真厉害 基本上却都偏离原本的意义 老大 我现在吐槽的是动画版 然后你跟我讲 以看过小说的人来说 然后你还讲我吐槽是全部都是错的 老大 你有看动画版吗 我现在是吐槽动画版 因为他这一句话的关系 就是有人开始指摇 怎么说方便讲一下吗 麻烦 详细说一下原本意义是怎样 另外媒体转换本来就会有改变 所以不一定是Gumasan 解读偏离原意 也可能是动画作主 就是改成这样 然后我就解释讲 我是吐槽动画版目前的故事 因为我吐槽的内容 就是动画版他目前演的故事啊 然后我就问他 请问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就有出现这个怪怪的人 这个叫什么 1019652370 无言无故 直接讲 诶动画党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以为就是在某站 大幕披露都在偷去的吗 直接瞬间 引发了什么 动画党跟小说党的 这个争议 这个留言讲我的人 他就讲 哦简大说 主角的面相会因为心理想的 外在的行动 外人的看法 禁忌的看法 这些会完全表现出不同观感 正好改篇漫画 是最排毒 最表面的 所以只会看到一些表面的优质 老大 I talk 动画版 现在你有讲改篇漫画版 我已经讲过很多人了 我是讲改篇动画版 改篇动画版 他就是这样演的 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讲 啊老子的对我爸讲话啦 你知道人家在讲动画吗 所以和你讲小说 对我也不懂 为什么忽然讲动画版不就是这样子 你直接一个强劫打破人 就是因为他这个人的留言 结果就引发了 就有这样子的人出来 而且我还用电话来看 这个人已经订阅我一年了 所以大家你们不要相信 什么电影你一年两年的人 是很喜欢看你影片的人 把不好他是搞施载来的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有讲现在的问题 他不是动画版不动画版的问题 你知道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吗 现在的问题是 我本来的评价就是动画版目前的故事 下一个突然扯原作小说 这两边本来就是不同的载体 为什么现在要混合在一起 他这个人他讲我的影片全部都讲错了 可是我讲的是动画版 他讲是以看过小说来说 可是问题是 牛角我吐槽是错的 请问你是不是很有问题 然后他就回我了 你以动画的角度 我以小说的角度 哪有混在一起 你看他讲什么东西 你以动画的角度 我以小说的角度 你自己都讲没有混在一起了 那为什么 你又讲这句话 为什么牛角 以我看过小说来说 顾玛珊的吐槽是全错的 还真厉害 哇 这是什么逻辑 我不明白 你们知道为什么 我不想跟观众沟通吗 我也不想看留言 我也不想跟怪怪的人沟通 我很想ban掉你们懂吗 你们知道我的感受吗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了吗 OK 后来这个刚刚讲动画胆的人 我现在是讲动画 然后你又讲强国人的逻辑 我不明白 我现在只是讲动画的东西 你现在跟我讲政治 请问你有问题吗 OK 然后我后面我就回答 你自己都这样说了 那我的影片本来就是针对动画版的内容说的 本来就是评论动画版 我并没有评论小说版什么 为什么你还要说我全部讲错呢 然后 哇 有看到吗 又回答强 以我看过小说来说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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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前面讲你以动画的角度 我以小说的角度 哪有混在一起 然后我已经这样反驳你了 我现在回答你的疑问 现在你又把回力标 打回自己 你又讲 以我看过小说来说 然后后面我就讲 但问题是你说我顾马杀的吐槽是全错的还真厉害 像你说我吐槽错诶 而且你自己说哪有混在一起 那你现在用以小说来说 讲我吐槽错动画版 你知道你这段发言会害我被人误会吗 对啊 我真的很像有被别人误会啊 不然这种他们会问我 你知道他这种发言啊 他会害死人的 他会害到YouTuber会被骂 他又讲了这个东西 就像你只看动画版 我看小说版会对你的吐槽来吐槽一样的意思 对鸡蛋糕 你讲了这么多 你就是鬼打墙嘛 你一下子讲 啊对 我不是拿小说啦 小说跟动画版是分开的啦 我觉得是各走各的啦 可是我就要吐槽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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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这个人是新人吧 先假设有正确答这种问题 也是正确解读了动画版的内容 你拿着小说内容说是顾马撒读错 就好是你用口识内容去说 人家文章是都答错一样 根本不是一回事 OK 我就来做一个例子 例如有一个YouTuber 他下在讲解新三国 然后新三国就有一幕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们的兵力有八万 八万诶 说是有八万个馒头 留备 要整整吃上一年 去到哪里说 可能就丢就丢呢 结果 有一个有看过三国字的人 直接回那个YouTuber讲 屁啦 阿里有馒头这个东西 馒头是诸葛拉发明的嘞 诸葛拉还七八岁诶 你知道吗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牛头不对马嘴 人家YouTuber是讲新三国 然后 你就拿三国字 OK 那个年代 的确是没有馒头 但是YouTuber有讲错吗 没有讲错啊 因为他的内容 就是讲新三国啊 我现在 我讲 孤单艺人动画版 他的动画版就是这样演 然后我就这样吐槽 那请问 关你这个看小说的人什么屁事 所以我要表达的是 有的时候 你们不要一直讲 我不看留言 然后我不跟别人沟通 我尝试了 大家 我去沟通了 我去跟双鸣沟通了 结果 受杀的人是谁 受杀的人是我 不是你们 不是你们这些 叫我去看双鸣 然后叫我不要ban人的 YouTube 给我这个功用 就是 帮助我ban人的嘛 为什么我不能用 就是要ban这种人嘛 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那种YouTuber啊 他们有什么有那个忧郁症啊 我跟你讲 我不会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人 然后我相信这时一定会有了讲 哎 古马上不对 看留言本来就是你们YouTuber的工作啊 对啊 看观众留言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啊 可是并没有讲看双鸣的留言是我们的工作啊 你知道这两个的道理吗 我ban你了 我只是ban掉别人看不到你的评论 不好吗 你还是可以看我video 你还是可以留言啊 你只是中了那个 narutu的无限阅读 你自己跟你自己讲话 不好吗 没有东西的嘛 所以 OK 我要封锁了 来大家封锁一试 先把这个人给封锁先 再见了 然后这个人 封锁 我直播封锁 我跟你讲 我不怕给别人讲的 我不怕你讲我挂人 我也不怕 OK 毕竟你都可以这样子对我了 这样子我就用我的方法来对你 OK 拜拜 好 就这样 我应该会剪成金花啦 然后我剪成金花过后 然后下次有人讲 哎 我要跟双民沟通啊 他们还只是个孩子啊 然后我就把这个金花影片丢给他看就好 好 娃娃 玩弱客人时间 好 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的直播精华啦 至于总结什么的 我就不说啦 因为我知道今天这一期的留言 应该会引起一阵暴风雨 或者是有人让带节奏啦 至于是什么节奏呢 我自己多多少少应该会预料到啦 但没关系 我本来的目的就是透过这些人做完流量 然后再把他们给丢在一盘 我的目的已经达成啦 所以总结什么的我就不多说啦 我要收工直播玩游戏啦 OK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吧 那对本期节目有什么看法 以及你们有什么话题 希望我直播聊聊 或者剪成精华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去分享你们看法哦 最后如果你们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按个赞 给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支持我哦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 拜拜